那柏惟你覺得就表現 因為我是沒有看過什麼 立法院院長會講出老代言這種話 就是沒看過 因為我們看慣了 像是王金平那種風格 蘇嘉全那種風格 尤錫坤那種風格都是很聽到的 你也不會覺得說 他們會冒出什麼想不到的話語 那韓國瑜的表現 那包括他其實 他不再受訪 他其實有稍微想要讓自己 說話不要那麼多 因為多說可能會製造很多的效果 但他在致辭的時候 也是你沒看 你怎麼看 現在還看不出來 他會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這個立法院榮譽顧問 我是第十屆第一個榮譽顧問 現在就知道你改了 所以你有榮譽顧問的經驗 他是最早成為榮譽顧問 對 第十屆第一個榮譽顧問 然後第十屆沒有連任的 剛剛變榮譽顧問 所以榮譽顧問的意思就是 沒有繼續當立委 當過立委就可以當榮譽顧問 沒當的那一天就是 作為一個榮譽顧問 我在一月三十一號那一天 收到一張游錫坤跟楊寶玉的 這個聯名的新年賀卡 想不到隔一天 他就沒有院長了 他就不是我們的有院長 很可惜 韓院長上來 作為一個曾經的立法委員 當然是對院長有一定的尊敬 那只是說韓國瑜過去他在立法院裡面的表現 不管是出缺席 不管是他的這個動手打扁 或者是他的言論 在意識形態上比較偏激 那我們都會覺得說他的這個行為 這個叫年少輕狂 那今天畢竟當了院長 國民黨把他提名出來 又獲得國會多數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體制內上還是會給他尊重 但是他如果有做禮經 這個我們中文叫禮經叛道的事情 我們還是會不令指教 來維護立法院的紀律跟秩序 但是昨天其實 昨天那一場党團協商 其實全名叫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我們每一次立法院開會 都是有名字的 所以那一次 昨天的立法院党團協商 叫做第十一屆第一會期 開議日期 這個協商相關試飲 意思就是我們第一次 什麼時候要開會 那你可以想像 這個問題是誰拋出來的 其實是 民眾黨黃國昌 民眾黨黨團黃國昌 拋出一個議題 我們民眾黨團 要求2月6號上班 最後的底線是2月16號 結果呢 昨天他拋出這個議題之後 三個黨在講嘛 柯建民就說 我其實沒有意見 你如果比較白了 大家折衷 2、36號中間選 選一個20號 然後傅昆奇也說 我沒有意見 如果要16號開的話 前兩天 意識人員就要加班 來英文件要加班嘛 那個你沒有問題 大家就沒有問題 我們國民黨已經Ready了 黃國昌的底線直接崩壞 他本來講 最後底線16號 現場就說 這是我不可承受之重 怎麼那麼快 數字是你提的 要求是你要求的 退讓也是你退讓的 最好笑的是 昨天晚上在這個節目播的同時 他在家裡自己開直播 精神勝利了 你看我又贏了柯建民一次 我完全不能理解 台灣的第三勢力新政制是長這個樣子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提前開議這件事情 有多無聊嗎 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民眾黨支持者 你知道提前開議這件事有多無聊 假設你們規定會一個會期 有30天要開會 請問1號開始開 跟15號開始開有什麼不同 他還是30天啊 他還是30天啊 你提前開跟延後開有什麼不同 他的會期長度還是一樣 你能夠質詢的次數也是一樣 老師也一樣 學生也一樣 教室也一樣 然後時間長度也一樣 提前開有什麼差別 一點差別都沒有 所以黃國昌這個就是假議題 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這個協商 一共90分鐘一個半小時 前40分鐘在講什麼時候要開議 後面50分鐘 再講民眾黨有多廢 大家來討論那張票怎麼廢 是要共識絕廢 還是自己覺得廢 為什麼柯總釗可以說他廢 柯總釗說是林國城叫我說他廢的 然後林國城上來說柯總釗沒有 是當初大家一起決定民眾黨很廢 然後整個開議的過程就變成 所以各位民眾黨黨團黃國昌總召 第一次參加政黨協商兩件事情 第一個他堅持的開議日期 獲得重大的失敗 第二個在討論民眾黨的票有多廢 就是這個就是黃國昌的政績 這個就是新政治 這個就是第三勢力 我坦白講我看他很不然 你今天要嘛就堅持繼續咆哮 以前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發生交通事故 林家隆不用下台嗎 蔡英文不用道歉嗎 稅待派派會讓我朝一總統付捆 昨天如果傅崑奇說2月20號你沒有意見 你應該要怎麼樣 傅崑奇不用下台嗎 韓國瑜不用辭職嗎 賴清德不用道歉嗎 這才是黃國昌 我期待看到黃國昌是歌吉拉第二集 出來咆哮 結果沒有 昨天出來就是一隻小青蛙在那邊跳 所以我就看得很難過 那個黃國昌去哪裡了 我後來想一想才知道 原來黃國昌就是一個七一三怕惡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一個七一三怕惡政治人物 他就是欺負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進黨會而已 等到他回頭看到國民黨 龐大的黨國怪獸 一句話都不敢講 黃國昌就是七三怕惡的政治人物 再說一次 黃國昌就是七三怕惡政治人物 柏惟剛剛要做補充 沒有啦 我韓國瑜的部分是這樣子 我坦白講 第一個大家愛看什麼電影 大家喜歡看什麼題材電影 叫做浪子回頭 所以本來一個可能是放牛班的學生 突然回來當老師 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可以期待接下來的劇情 然後第二個有一個很明顯 七三怕惡的這個在野黨 叫民眾黨 然後以最七三怕惡的人 以黨團總召為首叫黃國昌 所以黃國昌你看他跟陳昭志的事件 明明就沒有他的事 還是跟他有關係 先跑去旅捷那邊上節目 上一個說 像這樣子能夠夢到 我想他也沒有辦法行使立法院的職權 這件事還沒完 你以為只有他講這句話而已 結果陳昭志真的不小心弄模糊之後 記者去督嗎 跑到那個青島會館裡面 等他下來 他說 你說這樣子的話要開除等級 總召總召 你怎麼反應 他說 要小心 要小心 你們去看那個影片 自己去調 因為大家都在倒退倒退 他就顧左右言 他說你要小心 他就突然 他就突然看一下地板 要小心 要小心 他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前一天才在那邊 哇 意氣風發 像這樣子 連蓋都不會蓋 弄模糊的 開除黨籍 第二天 要小心 要小心 然後現在 現在你可以想像嘛 民眾黨就開始開會了嘛 陳昭志這題怎麼辦 大家問黃國昌怎麼辦 黃國昌就開始在那邊 要小心 要小心 那他就假裝不知道不回答 然後接下來其他人開始塞 你去罵柯建民 你去說 那個都是民進黨攻擊我們的 那個都跟我們民眾黨沒關係 不然你問總召 總召就要小心 要小心 他會說黃國昌就是這樣 他如果剛才民進黨 整個都變怪獸 整個都 整個都嚇起來 改善有怪獸有怪獸 他看到民進黨就整個 整個都變大尊 整個都變新名 對啦 所以他們那個標準都拉超高 我要2月6號可以 藍綠大黨已經講好2月23 我們要2月6號不可以浪費拉順人的錢 他就開始在那邊咆哮 然後講到有人把那個選票弄髒 這個就沒有 沒有行使立法委員的資格跟能力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他開除 結果真的兩件事情都發生 第一個問他說 你怎麼底線退了 我們新國會 新氣象 我們遵守院長的財事 我們小小的黨 他也強調 小小的黨 無可承受之重 然後問他成招之 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有一個 有一個咆哮 71382的在野黨 有一個讓子回同的劇情 所以我們突然看到 有一個持平而論的韓國瑜 你回去看那個誰啊 洪孟凱 洪孟凱昨天的發言 他第一句話 院長 我持平來講 然後講沒兩句 我持平的說 又過沒多久 持平 什麼時候變你洪孟凱在持平了 就是因為你旁邊還有一個 比國民黨更可怕的 那個在野黨 叫做民眾黨嘛 所以韓國瑜現在看起來 當然就是四拼八分 沒什麼 因為真正會對撞的是 白的一天到晚會找綠的吵架 然後你可以想像韓國瑜真的 韓國瑜也不用擔心什麼 上廁所喝酒醉的問題 韓國瑜要最擔心的是無聊 沒他的事了 沒他的事了嘛 下面都在吵架 你只能拿個錘子 那邊主持公道 也開始感覺不聊嘛 所以綜合以上幾點 我們再觀察啦 坦白講 他坐在那個位置上 只要他是為立法院服務 為人民服務 那我們基本上沒什麼好嘴的 因為他是立法院長 本來就大家要尊重 但是如果他把這個位置拿來 為國民黨服務 為個人政治目的服務 意識形態服務 那我們自然會跳出來指責他 來 博偉 歡迎收看治國專家陳博偉 陳博偉專制兩個國 一個叫黃國昌 一個叫韓國瑜 今天講這件事情 我們要從藍白的角度來切 國民黨今天提出來 這一些國會改革的訴求 然後最後寫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 恢復特徵組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分開寫嗎 他們前面那一句 就是跟柯文哲簽的那四點聲明 他是不是有提什麼 要人事權要幹嘛的 這邊先抄一點 然後呢 剩下的部分是抄什麼 跟黃國昌 那個時候黨團總召 政副院長的同意案 有沒有 所以他裡面的人事調查聽證 其實全部都是民眾黨提供的議題 跟軍火被抄了 所以民眾黨現在跟民進黨打架 叫做哭著打架 那民進 民眾黨跟國民黨打架 叫笑著打架 他國民黨擺了名的 在吃你民眾黨豆腐 黃國昌站在那邊說不出話來 沒辦法評論 最後為什麼要把重啟特徵組分開寫 為什麼要把恢復特徵組 因為這一點是黃國昌反對的 黃國昌在多次公開聲明 不管作為學者專家 做政治人物到時代力量的過程 他從頭到尾都反對重啟特徵組 也就是說國民黨今天開了一個記者會 把民眾黨所有的東西都拿來抄 民眾黨就像立法院的軍火志工一樣 免費提供議題給國民黨打 他講一講沒有人報 然後全部都國民黨拿去報 最後加一條你民眾黨反對的 來 小蘭來 小蘭來 小蘭你現在這五條有一條你不喜歡 你現在要全部不要還是全部都要 小蘭來 小蘭來 黃國昌在評論民進黨的時候 金句一大堆 這個就是打假球 只有民進黨不想過的法案 沒有民進黨過不了的法案 金句一大堆 都還沒有了解事情的內容 就直接先批評 講到國民黨 沒辦法評論 什麼都沒辦法評論 記不記得四年前有一個立委候選人叫郭新正 他是市議員李柏毅 爸爸叫李新 他幫他拍了一系列紀錄片叫那個 是誰殺死的李新 對 那個時候是網路紅人 黃國昌也在做網路嘛 所有人都去他那邊留言 黃國昌怎麼回你知道 裡面都是國民黨的真的要我評論嗎 不敢講 欺善怕惡 講到蔡英文跟韓國瑜 你能想像我跟蔡英文辯論 他會被我墊成什麼樣子嗎 等到全台灣都已經跟你很明顯的表示 在選前幾個月已經很明顯的跟你講 韓國瑜就要倒了 他穿一件襯衫裡面沒有內衣 如果那個汗流多一點就會激突 就跑到那個殺死場 對 跑到殺死場拍一張照 想說一輩子都沒有罵國民黨 不然我罵一下韓國瑜好了 罵到被告 有沒有 韓國瑜直接告 七三八二 所以黃國昌今天在這件事情 正常的黃國昌就以他形象 黃國昌有兩種 一種叫做私底下的黃國昌 這個叫李黃國昌 李黃國昌就是看到 那個主席要給他 這個法務部長 就謝謝主席 那個叫李黃國昌 然後韓國瑜要跟他抱一下 笑到那個 整個催切沒笑 然後那個整個法調亂掉 那個叫做李黃國昌 表黃國昌 就是那個太離譜了 有這樣子當立法院的嗎 現在就羞愧了 所以黃國昌是有表裡兩種人格的 在遇到民進黨就是咆哮 就是表黃國昌 看到那個國民黨的時候就 這我沒有辦法評論 我需要了解內容跟事實 我們都有辦法評論 你沒有辦法評論 你剛剛要做什麼理會 對不對 所以黃國昌他就是兩面手法 接下來 各位治國專家 黃國專制韓國瑜跟黃國昌 你就看我就對了 他每一天在那邊講一些 接下來要做議題 你頭髮都被削掉了 沒有 我們兩個分工 因為我是國衛特徵組 我剛剛已經註冊了國衛特徵組 以後用這五個字要取得授捷 如果有的話 我也要加入 你怎麼註冊的 我註冊 我在公開宣布 國衛特徵組五個字我註冊了 以後再講都要授捷 把它我們改立院特徵組了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國民黨擺了名的 在吃民眾黨豆腐 這五點裡面 其實前面四點 就是在總統跟黨團改革的 那個叫大家來簽的時候 完全一樣 重啟特徵組 就是在挑戰黃國昌 黃國昌今天一句話不敢講 證明他已經不是當年那一個 自稱公平正義的黃國昌 來 博委來補充 選立委就當選立委 選市長就當選市長 想換廠商就換廠商 吃人家人人夠夠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在基隆 混大大委一點 比較好壓比較好過 我看不是透過同票 我看是透過去跟謝國良打好關係 大家就自私一點 有錢自己賺 不用講什麼公平正義 不用講什麼開放投票 對不對 謝國良打退沒辦法就好了 本來當作是一個兄弟開放 開明 去美國特色回來 有可能是一個比較主流派的學者 言論自由 所以把你放起來 這放起來不是只用放的嗎 他們指控啊 你各位是企業 影射現有的公司 你各位是機器人 你們基隆的要反應的是機器人 他說了 我看我的膝蓋膝蓋 WD40 吃油的 所以他在說這個 怎麼有代理 不會被批評嘛 不能接受批評 謝國良這個案子比較大的問題 是這樣子 他已經有一個廠商在裡面了 然後現在別人跑進來 要把它換掉 那換掉的過程裡面 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 最直覺的事情 川仔 你以前在台東市政府做交通局長 下輪的時候有警察來看嗎 自己走啊 自己走嘛 你沒有警察來看嘛對不對 我早在立委下輪的時候 也沒有警察來我們門口回頭 是什麼樣的公司 要刷的時候警察要回頭 警察代表什麼 就代表公寬令嘛 你到底什麼時候會有兩個廠商交接的時候 會有警察去登的 就想這件事情就好了 這個就是公權力介入 這哪裡沒有 這就是公權力介入啊 今天到底是內特不走 還是威鳳進來的理由不對 不管是怎麼樣的衝突 就表示沒有得到共識嘛 所以才需要警察介入嘛 有警察介入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公權力行使嘛 公權力的背後是誰 就是基隆市政府啊 租屬的就是基隆市政府的 他不說親的 他屬租的 所以今天的問題就是這樣嘛 如果換辦公室不需要警察趕 換座位不需要警察趕 什麼時候需要換商場的時候要警察趕 今天這個東西就是公權力行使 這個東西就是政治力介入 這個東西不是什麼大家的數字賺了多少的問題 或者是合約合不合理的問題了 今天就是硬著要把他趕走 我們看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他們第一個有一件事情 他們現在風聲在傳 說基隆市政府跟這個要進駐的廠商要了兩千萬 因為他這個有白紙黑字 他們的招標的合約書裡面有寫一段是說 要輿情處理費兩千萬以上 而且沒有 輿情處理費 對 不知道要叫誰處理兩千萬要給誰 而且是不是兩千萬以上 對不對 兩千萬 到底要花到什麼程度 兩千萬 我可以說可以用兩千萬聽好 讓我選立費幹掉的顏寬是怎樣 所以兩千萬你要放在基隆 聽好大股市場可以炒雞 可以選團車可以小蜜蜂 還可以叫你選團 所以現在基隆的風聲是什麼 兩千萬輿情處理費怎麼用 微風來基隆 我們也有大的百貨公司 知名品牌 所以你現在我們人在這裡很憤慨 其實我們不用替他們憤慨 你們基隆的自己要想辦法憤慨 你不能我們這什麼高雄 台南加伊 台中的招一幫你們發聲沒辦法 基隆的基隆 基隆的民意代表自己先站起來 說對 我就覺得這不對 這這樣沒信用 這這樣意料稱讚不敢來基隆 你們站起來我們才會躲起來 不然你們市長就封鎖臉書 對不對 所以現在輿情處理費 要處理下去而已 他們還要做這個好事 有的市民現場電視 他比較少在看 網路比較少在用 不然他看市長的臉書也看不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怎樣 動作這好事 動作是警察在刮一個 握一個衝鎖 就是洗風向 你如果看那個 他們說內特有夠衰 停臺灣 停電風 停衝鎖 停禄鎖 對不對 你鎖人需要一個商場 我會在採沙油 那種風 又減替你經營 又減費金 又減租金 比現在未來的 衝衝比較貴 你現在發光就發光 他又散發光 所以今天這件事很簡單 鎖人人自己要先站起來 我們這些人都可以做你們的效盾 但是你怎麼可以去 從外面下去插手 這些事 謝國良 你在美國突出過 你連言論自由 什麼東西都忘記了 你指控大家是企業派來的機器人 結果被發現真的有在買風向的 就是兩千萬的運行行政 運行行政費用 原來小丑竟是你自己 背景資訊 盧秀燕很擅長的一招 就是抓著空氣打中央 沒有做的事情 他就會變成是中央的鍋 盧秀燕最會做這種物質能量轉換 抓著萊劑打中央 抓著台積電打中央 抓著空氣打中央 他是一個 盧秀燕其實是物理學家 他的本質是量子糾纏 他會拿沒有的東西 他沒有的東西去打中央 這就是盧秀燕最厲害的地方 今天這一題是什麼 有一隻豬的梅花部分 他被驗出了台灣不存在的毒品 這個瘦肉精 然後那個東西貴到 一公斤要幾億啊 5.4億 5.4億 一公斤5.4億 你說這個賺來賜低 豬的海洛因 海洛因一公斤七百萬而已 好 現在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部位 是這樣 我真的 我想了半天只有一個可能 你怎麼說台中在造假嘛 我們沒有講台中在造假 你看鬼 我現在在講 我要幫他推敲可能 有一個人跟豬靈魂交換 然後那個人看到自己變成豬的身體之後 發現這樣子不對 要減肥 他自己往拍瘦肉精 然後呢 他剛剛只有插在他的右臂肩膀上 這一塊叫梅花肉 插下去 使用過量馬上死掉 所以他的那個血 那個藥物沒有流通全身體 所以就只有一隻豬的一個部位有 這個就是最好解釋 我跟你講實安不是這樣玩 今天 今天曾執展衛生局長發現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下面的那個公務員通報 局長打電話給中央說 我發現那個台灣沒有的東西 現在怎麼辦 中央跟他說 他說沒有關係我們一起來解決 我們約時間看要復驗還是找第三方公證單位 然後曾執展就知道了 他電話掛掉之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新聞稿 他再打電話回去中央說 不用再驗了 對 他就打回去說不用再驗了 中央說不驗就算了 晚上新聞稿就出去了 那我問你曾執展 這段時間問了誰 是不是盧秀燕 盧秀燕從一開始 在講萊豬的題目的時候 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他全台中的超商去查萊克多班 有人就跟他講 我們有一間美國超市 C開頭的很大的 那裡面有 然後他就怎麼樣都不去查那一間 最後再豐康 他不查牛啦 抱歉 不是 他就是什麼都查 最後他說找到了 台中找到萊克多班了 萊牛 萊牛誰開放的 國民黨開放的 然後現在查 查經過一年半 又查到了 收到錢 一公布出來 一公斤5萬4千萬 所以就很扯 他就是在做這種質量轉換 他就是一直在找一些 存在於大虛空之中 宇宙秀飄渺之中 找到了 中央的問題 這就是盧秀燕厲害的地方 他本質不是政治人物 他本質是一個物理學家 跟精神宗教大師